南極 地球上溫度最低 风力最强 平均海拔最高 人类无法长期居住的地方 为了了解全球软化造成的影响 记录台湾登山队 自我挑战与实践梦想的过程 台湾公共电视台的记者 索渡前进南极 见证白色大地的风华与挑战 《攀登世界七大座最高峰》 使许多热爱登山人士追求的梦想 好 看这边 16座 好 好 谢谢副董 加油 加油 一元 河黄姐 好 加油 2007年12月16日 台湾第一支世界七顶峰公共队 再度出发了 这次的目标是南极洲的浑身峰 台湾到南极的磁旋距离 大约是一万两千多公里 但因为飞机航线的关系 世界七顶峰登山队员从台湾出发 必须经过六次转机 飞行四万公里 最快也要四天才能到达地球最难断的冒险家 台湾登山队员在前往南极洲之前 先到智利安地士山脉帕塔哥尼亚高原 适应达地士山脉帕塔哥尼亚高原 适应达地士山脉帕塔哥尼亚高原 原住民社会最杰出的登山专家 黄志豪正在研花无限感应 已经成功爬上欧洲 非洲 南美洲 北美洲 大洋洲的最高峰 我是这一次攀登行动的记录者 将与登山队员一起接受 南极洲最高峰的考验 但我还同时兼顾另外一个任务 沿途记录南美洲与南极洲的环境现况 因此灰色边河成为我们这一次环境适应 与体能训练的目的地 因为地球软化的关系 坎达哥尼亚高原的灰色冰河 在西连内已消退了三公里 而另外一条巴马西达冰河的冰蛇 15年前本来还原生到海边的 但现在已经退出到半山腰了 温度升高 冰河快速消退 海洋环境也受到影响 我们离开帕塔哥尼亚高原 从平静的水域走到波涛汹涌的海岸 终于看见这一群南美洲特有的物种 卖这轮气额在2006年间 就曾经因为海洋生态环境恶化 食物不足造成营养不良而大量死亡 即使是在这个文明最边缘的地方 依然承受着气候变迁所引发的危机 我心中默默地祈祷 希望麦泽人气额 沉寝藏在海岸边的画面 能够永远真实的存在 环境适应行程结束之后 我们正式前进南极 我们正式前进南极 搭乘金式音速机改造的客户两用飞机 飞业麦泽人海峡 就进入了兰尾六十度以南的南极地区 我们获得特别的允许进入驾驶舱 拍摄南极梁的湖冰飘游与骁龙的情况 当进入兰尾六十度以南极地区 我们正式的 这个一望无际 这个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一望无际都是雪 我来到天堂了 我觉得人生到这里就够了 太棒了 真的就像天堂 应该没有比这地方更美 更干净更美 欢迎来到南极桌 南极桌艾国船山基地营 有三个不同类型的飞机跑道 是进入南极点 与攀登最高峰的主要转应站 我们将从这里 再次搭乘小型飞机 转往温身风的攀登基地营 现在时间是超过半夜十二点 没错 就是超过午夜 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 那这个阳光还这么大 那这里现在的温度呢 给各位看一下 负二十七 站着不动 都觉得好像站在冰箱的冷冻壶一样 觉得很冷 不要怀疑 我现在只是为了拍摄这一段 强忍着这个风寒 暂时把手套打掉 好我要去戴手套了 从我们走出艺术机 踏上冰面跑到那一刻 就感受到极地的坏脾气 来 艾口者山基地营 位于海拔八百公尺左右的冰原 天气时好时坏 非常不稳定 有时太阳高照 有时低温难耐 有时又暴风扫过 刮起千堆雪 像是置身在咆哮机人的隐为之下 让人不得不低脱臣服 今天从早上起来风就很大 然后早上还没有太阳 现在稍微已经有暖和一点了 但是感觉还是在零下二十几度左右 然后我们也有看到飞机 都用蓝线已经绑好了 连着被风吹的毁掉 所以今天算是天气比较不好 应该没有机会飞了 蓝级洲是影响全球气候变迁的主要地区 也是地球上最寒冷 暴风雪最频繁的区域 我们特别挑选蓝级温度较高的季节 在十二月到一月之间的夏季造榜 但是天意还是让人的盘算失准 在超过零下二三十度的风险中 我们与来自其他十四个国家 又是几位科学研究人员与冒险家 一起只在大帐篷里 欢度2007年的最后一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哦也載到50 北池到50 54 55 56 adi 2 一 一 哈哈哈 只要有幾個モ área 只有幾個都合作這麼幸運 所以我們是該所屬的 白板上寫著十幾種不同語文的新年祝賀詞 就像這白色大地 超越任何國界 在跨年夜的倒數聲中 打架短暫的黃雀壞天氣的陰霾 攀登高峰的條件 除了良好的登山技術 還要靠老天的幫忙 我們在愛國者山基地營耐心等候天氣專好 現在雖然風速很強 現在風速大概每小時有六七十公里 但是這個在愛國者山基地營 因為每天都有這樣的天氣 然後這台飛機叫Twin Arthur DC-10 它也算是比較防風的 所以因為無聖風基地營那邊天氣不錯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暈省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要飛過去 終於等了五天之後 終於可以飛過去文聖風的基地營了 YES 在一陣子上 終於來到基地營了 今天是3號 文神峰攀登基地營 海拔約2100多公尺 今天我們要從這裡背著背包與偷著血敲 裝在50公斤左右的登山裝備與物資 往上推進到海拔2700公尺的第一營 這段行程約4個小時左右 向導說這是先給我們適應環境 接下來的路程是會越來越難 會越來越多大 越長遠 繼續下去 越來越難 越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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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起來比麥肯尼清爽,因為比較乾燥 幫我 我快不行了 我快不行 所以,這裡有一個大爺梯,你可以看到 那邊是一個大爺梯,那邊突起來 那邊就是一個冰河裂梯,不要靠近那邊 你也可以看到一個大爺梯,另一個很大的在後面 看到那個洞,冰河裂梯 好,帳篷的強度有它的極限,遇到時速大概七八十公里以上的風速的時候 帳篷就有可能被摧壞的危險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搭進雪翔,來幫忙阻擋那個風速 阻擋風速,所以風速被雪翔阻擋以後 我們的帳篷,它所承受的風力可能就會減到三十十公里 那一個隊伍的好壞,搭建雪翔的強度,還有它的方向,它的大小 也都是決定你的戰友能不能在暴風雪中存活下來 然後你的人員能不能存活下來 你之後能不能繼續很安全很健康的去攻頂的一個關鍵的因素 現在幾點了? 才半夜十二點了,可是太陽還是這麼大 都不下山了 不過今天還好它不下山,不然我們就慘了 我們在南極輪深風中途營地的五星級大山丁 那種方圓五十公里之內沒有更好的山丁 現在是幾點啊?你們吃幾點了? 現在是半夜兩點 很快 就拍你了 走到半夜兩點才有飯 大哥,怎麼樣? 想家裡啊 想老婆啊 這裡都是結冰的 然後氣體 氣體上升到帳篷的上方 帳篷的全部都結冰了 就結了一層的冰花 最慘的就是小樹 睡袋的口 哇,一層白冰 你看看這個冰 好恐怖喔,那個硬的捏 哇,你糊出來這全部都瞬間解凍 還好人沒有解凍 哇,外面 不敢想像 最可怕的是 我的機器 也都結冰了,完了 已經快要掛掉 那好路嗎? 文深風各個營地的所有外來物質 在攀登活動結束之後 都必須分類運出南極地區 不留任何痕跡 包括排泄物 所以在極地大小號的問題 也是非同小可 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溫強烘下 要如何避免凍傷 又不會污染環境 才可以好好的方便呢? 自然的呼喚喔 自然在呼喚 沒有任何遮蔽的 馬桶蓋 看一下 這個號燈是世界上 那個視野最好的廁所 用衣服把記者擋住 基本上還不會很冷 現在上完了大號 才要換上小號 當然這個順序也是可以交換的 因為 這個小號上 這個最後 應該是用一個大塑膠袋收集的 所以如果小號也上在這裡面的話 那個大塑膠袋會變得非常重 結冰 就是在這個尿洞 在文新峰的攀登路線當中 除了基地營有固定的檢疫馬桶之外 其他的營地 就必須使用專用的塑膠袋 密封包裝 帶下山 國外的對面帶設計真的非常的貼心 撕開之後裡面就是這個 裡面有一包這個獅子巾 獅子巾 獅子巾是這個 然後這個是衛生紙 然後呢 這個東西 就是要搭在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它有粉 聽到 這個除臭粉 然後就大大的 打開看一下 看到沒有 裡面那個粉 看到沒有 然後就大進去之後 然後就可以 然後這個非禮物室好不好 疙瘩不要偷拍啊 我把屁股包起來 女性登山隊員在基地格外辛苦 但為了方便 江秀珍有兩件特別的滑寶 登山的時候 女孩子就會 設計這種 小尿斗 那這個小尿斗的話呢 就是 像你可以不用脫吊帶 就可以 站著尿尿 不用說光要上一個小號 你就要把所有身上的東西 都拔掉再穿 這樣子的話呢 可能在很緊急的時候 你可能會 會很冷 而且可能會凍傷什麼的 所以在這個 登山的這個 一個小小的技巧裡面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 我們在那個 帳篷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 這個叫做 尿盒 那你就可以蹲著上 再用這個蓋子 把它封好 本來是不同國家的登山專家 進入基地影之後 都會接受 專業登山向導的建議 與其他隊員培養攀登默契 一起複習登山技術 從繩結 繩隊行進 冰斧運用 與滑肉之鬥 到冰河列系的救援技術 這些都是攀登南起最高峰 必備的技能 那剛才 請你下雪 寫到跑進去了 沒關係 拉住了 人沒死就好 紋身風的部分攀登路線 乍看之下 彷彿是平緩了雪坡 但其實 這只是覆蓋在 冰河列系上的積雪 它就像一皺皺的雪橋 蓋得又多又厚 但是當溫度升高之後 雪橋會變薄變軟 此時冰河列系就成為 登山者的致命陷阱 所以 向導會加強 登山隊員的 冰河列系救援技術 沒有人可以預期說 自己哪時候會釣到冰河列系裡面去 所以每一個人對這種 冰河列系的救援 系統的架設 都要非常的熟悉 台灣登山隊員 也利用空檔 複習各種冰攀技術 好 謝謝 謝謝 我決定親自演練 掉下冰河列系的情形 體會滑落與拉扯的力道 這列系真的很深耶 這個大概有五六十公尺 很壯觀耶 要由真人上場 然後擔任救援的是 自豪 不要害怕 我們會把你救回來的 擔任那個被救援的 是柯景妍 就是受害者 包圍 包圍 好 是豪 你那邊有沒有問題 可以 好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我們慢慢爬起來 好 現在我在冰淚系裡面 有點冷 但是我現在要等待他救援 我做不經驗 好 快點救我 沒有一片血喔 不好意思 好 我很好 趕快把我拉上去 好 再弄了 好 柯島 有沒有問題啊 沒有啦 沒有啊 柯島 那個 你腳踢得到牆壁的時候 嘿 就要把自己踢出來 好 我知道 不會被血緣卡住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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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番折騰 終於完成了 一切準備就緝之後 來自不同國家的登山隊員 正式整裝 開始調整背包 與血敲的重量 在世界七大洲最高峰之中 只要是攀登文森峰 與北美洲的麥肯尼峰 都需要同時並用背包 與血敲 這兩種背負系統 適合用到雪橇的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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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比較平緩的地層 所以 我們可以把 大部分的重量 放在雪橇上面 一般來講 適當的分配是 30、70 對 30%的重量在背包 然後 70%的重量 會放在雪橇上 我們趁著天氣轉勤的時候 繼續推進到海拔三千多公尺的第二營 這邊的練習比較多 全球氣候軟化 導致冰河練習增加 讓攀登隊伍面臨更大的危險 大哥還好嗎 好 地地已經到了 耶耶 您終於到營地了 好 感覺怎麼樣 不錯 這樣子還可以再打 呼 秋天 耶 會不會咧 啊 好好 還好 小樹 好可怕的 張牙 為了建立祖峰的登頂營地 我們在祖峰與第三高峰的安部 海拔約四千兩百公尺的山凹 建置一處高地營 並儲存足夠五天以上所需的攀登物資 但是第二營到高地營之間的海拔肉差高達一千兩百公尺左右 冰雪坡度更在三十到六十度之間 有些水泡的一塊太高的水泡 祖峰滅 在《二十幾公斤的工夫 purtrooper也被開放射鞋》 雙重靴的冰島 夹當背負着二十幾公斤的裝備與物資 以及衝著破中的雙重靴與冰島 每次攪了額外負擔 多了2公斤左右 尤其是極地山區的養濃度比一般山區要低許多 雖然這段躲坡是在4000公尺左右 但呼吸的感覺 其實跟5-6000公尺的高山是差不多的 這些外在的挑戰嚴酷的考驗隊員們的極限 登山隊員到達高頂之後 大都會休息一天儲備體力 等待穩定的好天氣登頂 我們趁機到隔壁的帳篷串門子 也分別拜訪三位知名的國際登山向島 我愛它這裡的地方因為它是很難的 它是很難充滅的地方 我不可以說我喜歡冷氣 但我喜歡因為它會很冷 而且它是一個很難的地方 你知道嗎 多少人在世界上唯有多人來回港 不是太多人 我們雖然同樣的旅行 所以它讓人容易進行 资深向导Burant 世界其他座最高峰已爬过七轮 而文身峰更爬了四十次 这是在紧张与压力重重的攀登行程里 质得其乐的寂静之作 即使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冰天雪地 也可以传送最热情的节奏 就在欢笑之间 中央外面的天气却逐渐转叉了 我们开始为早上去攀登文身峰的登山队伍 担心了起来 我们现在面对在我们前面这一颗 就是南极洲的第三高峰 叫Shin, Mount Shin, S-H-I-N 那它山顶上这个草菇状的云呢 我们叫Shin状云 一般Shin状云行程之后 还没上山的时候就是不要上山 然后你要山上看到的话 就是赶快下山 因为看到训状云之后 24到48小时之内天气会变很差 一般来讲会有暴风雨或是暴风雪 到了下午整个山区已被风雪笼罩 人间度是越来越低 要压着 要不要从里面压够长吗 有些队伍的帐篷还被强风吹垮 日本登山队员紧急抢救 其他队友也赶来帮忙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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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利盈的无线电接收到求救的信号 所有的登山队员立即绷紧神经 几位向导也马上左手救援计划 第一波救援人力由两位向导结成神队 往文生峰的方向搜寻 我听到你文生峰 想到我现在有两个在外面 一个在拿两只圆锹上面制造声音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没有很远 然后另外一个在吹低音哨 希望他们可以听见声音然后走过来 他那一边也还一直在用无线电 应该算是在鼓励他们吧 就算人眼自己的安全性就 其实就有蛮大的考量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能见度非常的差 然后也没有路径可言了现在 所以万一他们自己的GPS没电的话 可能会连他们自己都回不来 到的下午十点多 美丽在那及时 到了下午十點多 在迷蒙的風險中 終於傳來了好消息 我們找到他們 是的 我們的朋友保安 我們的朋友保安 三位迷路的登山隊員 終於自驚險的低溫暴風險中 安全脫困 隊友們熱情的安慰 讓人類的空氣也顯得格外溫暖 我們來了 你們有什麼好感應 你們都得到你一個好感應 如果你們有好感應 我們就好感應 我們也非常好感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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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休息了一整天 緊張的心情也慢慢的平衡之後 天空依然飄著小雪 向導判斷天氣是轉軀穩定 所以決定趁機攻頂 OK 準備 GO 好 現在要 前隊 前隊 正是 從高地點 向主攻出發 天氣 他們說到下午會轉好 現在還是下小雪 老闆先有洗澡 走 南極洲的空氣 本來就比其他地區還要稀薄 現在又在海拔四千多公尺上 請走 大家看到大家的表現跟表情 好像都是無意識地跟著祥導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在我身上 我心中也要不禁止 我心中有派 超級 你可笑 我心中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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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身风 有看到吗? 前面就是纹身风 纹身风,前面看到吗? 对 看到了 我们终于来了 往左上绕上去 然后再从山子上去走一段远线 就到风饼了 人生气还不错 希望维持下去 没想到好天气维持不久 爬到最后一段躲破的时候 天空又飘起了雪花 但向导吹出大家 把握时间继续往上爬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努力 终于到达海拔4800公尺的 纹身风主人线 向导判断人线上的风雪强度 还是在许可登顶的安全范围之内 但此时 团员们都已经非常疲惫 对 我们小心翼翼的 在高度危险的冰雪云混合地前攀爬 快点好 再撞上那 再撞上那里 在洞上那里 很大 快点好 现在已经看到风顶了 在五分钟 辛苦了二十几天 终于等到这一块 这就是南极座的最高峰 文森峰 天哪 就是几块石头 然后站上来 没有任何的标记 就是这样 这就是文森峰吗 这就是四人 妹妹以求的文森峰吗 2008年1月8日下午5点30分 来自台湾的登山队伍 终于成功登上南极座的最高峰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吗 我要用卡在 顶峰在那里吗 上面 江秀珍站上文森峰顶的那一刻 成为华人世界与台湾第一位 成功攀登世界其他座最高峰的女性登山专家 谢谢大家 爬了骑坐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甚至在文森峰的前两天还刚好遇到生理期 可是我还是听向导的话 坚持下去 相信你坚持下去 其实成功还是会成为你的 世界上虽然有很多的痛苦 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只要你有信心 一定可以突破的 无意龙在攀登世界七顶峰的过程中 多位带着台湾的国旗登顶 吴大哥 恭喜你啊 你是我们布隆的勇士啊 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我爱我的国家 所以这个其实已经跟着我走了六次 可能以后还会 切顶峰 四勇士 完成第六座 成功 加油 你们在那个暴风雪 过这个障碍之后 终于完成了 恭喜你们完成第六座 谢谢我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谁要嫁给我 小姨要不要嫁给我 恭喜修正 七庭会完成 然后 自好小树 我们再见再临兵园 好不好 好 好 队长的决论是最好的 我们四个都中那头 头彩 台湾 加油 去地方 加油 台湾 加油 去地方 成功 好 人工是科金圆科岛 在南极州的最高点 公共电视跨出了一大步 我们公共电视 记忆加油 好 加油 好 加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若下一點死在山上而已 其他人的狀況都不錯 我...拍攝影機 背太多 背太重了 怎麼樣? 為什麼要錄影魚? 前一天在风雪中迷路的三位登山专家 也跟台湾登山队同一天成功登顶 Wendy是多化性硬化症的病友 她曾经被医生宣判 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另一位来自日本 各自会长娇小的陵墓八千代 也完成了登顶的梦想 你多年龙大吗 145岁 145岁 很小 很小 是你人们跟别人一起聚在一起吗 很难 短腿 哈哈哈哈 但它沒有阻止你從山上爬 對,對,對,對 很難的 很難,但你會有難過,你會有難過 我會做我的最好,我不會放棄 待會兒 惡類的天后,險峻的地形 甚至是身體的殘缺 對這些來到蘭吉世界夢想的人 都不構成阻礙與限制 我真的想要求人們 不想告訴人們,不想說他們 可能他們不想要上升 很多人都會 但要求求人們 誰知道他們有疾病 或是有疾病 或是有疾病 在歷病 做得到 做得更多的 你不想想 不想說 我的生命是最終的 它是完整的 登山隊員的夢想成真之後 經過沉澱的心情 感受也特別深刻 布農廚上山會 學到一些山林的智慧 沒有錯 你真正的知道 你的生命是在哪裡 所以你會珍惜你的生命 也會珍惜你對眼或者是朋友的生命 爬山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很像在玩 然後所以我 我覺得我是努力的玩它 然後所以才因此 而有比較專精的技術跟這些東西 因為我不覺得它是一個工作 登山隊員一回到攀登基地營就急著想回家報平安 但偏偏攔擠的天氣持續不佳 大家的心情是越來越低落 向導再度使出安撫隊員的本領 在雪地架設訓練平衡感的繩索 讓登山隊員充當休閒一樂 消解不安的情緒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南極 文森峰的基地 我們相信是全世界最冷的slackline 大概加風寒大概有零下二三十度 我裡面沒有穿內靴 所以很難走 但是走一走身體很快就熱起來了 不錯 不錯 你看 你身體會平衡 所以你會用力 感覺 蠻好玩的 好 加油 加油 用力平衡 撐一下 這就是在練習平衡就對了 對對對 那對那個攀影跟冰攀有幫助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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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經是我們 我們在 魂森峰基地等待的第五天了 大家都已經進入了 半瘋狂的狀態 但是飛機還是沒有飛 說什麼也沒有用了 就是希望飛機能夠趕快來接我們 Good night 到了第六天 天氣好不容易才轉趨穩定 大家終於可以回家了 等一下 兩個 routes 等 alluded 健康 全部欣PI 置 armor 任何 arrives 4 天氣很愛 從哪裡出發就回到那裡 1月20日清晨,隊員們的親友接機團 早已在桃園國際機場的大廳 等候追逐終極巔峰的勇者 感覺很高興 不簡單耶 謝謝 我是很擔心 要是講他也是要替 不是出去冒險,你也是去學東西 對呀 對呀 媽媽 在親人相互擁抱與疼惜身中 是位努力實踐夢想的愛山的人 以同時感受到世界最高峰的呼喚 對呀 是在家中討論的心中 如果你會想到他,要不要在家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